今天的主題是講 胡錦淺 他其實 也是一個美術人 也是一個 在電影裡面 美術的成分很濃 那 雖然今天王瞳不能來 但是我們這次的展覽 特別也有一部 王瞳拍的一個訪談 講了很多 所以我想今天機場不能我們還是以他的影片作為一個起點 然後切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我們今天找齊德裕院長來 也有幾個強烈的理由 第一個就是說他現在是王瞳的同事 同仁 也是我們現在叫 正式名稱叫什麼 新媒體協院 台北藝術大學有電影與新媒體協院的院長 那其實現在新媒體協院裡面包括電影 包括新媒體藝術 包括動畫 其實跟胡錦淺這次 胡錦淺我們過去知道他就是一個電影的檔案 其實他也如果當時如果有機會是到 其實他可能會拍出台灣第一部動畫 就是那個張以珠海 那可能也是一個創紀錄 然後我們知道他也畫漫畫 我們今天會有一些東西跟大家做分享 其實他電影是他陽明國際的東西 但私底下他也是一個文藝人 我們這一次展覽名稱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英文名稱叫做 文藝復興人 文藝復興的時代 像我們知道達文西 米卡蘭基羅 拉培爾 這些人都是全才 對什麼都很有興趣 藝術與人文 甚至是科技 科學藝術我們現在常常講很重要的 立國三大本 他們其實是 胡錦淺拍電影很多東西 電影本身也要用到技術 或是用到科技 可是有時候他會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解決這個 因為當時也沒有什麼現在的很多高科技 可是他很多東西拍起來 他在那個俠妮他在法國得到了最高技術大獎 就是他解決了很多很多很多可能 本來要用高科技去做才能處理的問題 像影像的問題技術問題 美學的問題 另外呢 就是他自己也是喜歡五文龍夢 我們這一次一開始進去第一間 就有他的書法跟席客的書法 那就是他們平常就是 可能就是所謂家學園聯 他在大陸唸是好像是唸到高二嘛 就已經錯學就逃難到香港 就進入這個 香港的邵氏電影公司 就從美工 我們現在講美工 美術 這幾個跟李漢翔道大人 他們一開始都是 都是美術底子 在電影公司先做這個美術 那其實電影跟美術的這個關係很濃 等一下我們聽王統這個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講到很多其實我們看電影都不知道的這些門道 那可能這個 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有一個美術的底子 他跟我們所知道的 平常那美術那種平面上面的做一些創作 個人揮材可能又不太一樣 因為他搭配的是一個電影的需求 電影裡面他做美術裡面 他可能牽涉到就是一個視界之外 簡單一點就是像人物的造型 或是一個場景這些 然後還牽涉到 你在電影拍的過程 真的要碰到了一些 一些場面的一個問題 那這些其實現在要製作 製作又不是一個死的東西 必須要有火 比方說剛剛我記得好像他有提到一些 你這邊拍過去可能要一個背景 對不對 可是那邊拍過來這邊也不能空 所以你做很多東西 他必須變 可是有時候為了放鏡頭 機器都很大 你又必須是可以移動的 可以拆解的 像這些有很多是技術 但是後面為了呈現的是一個 一個場景 一個美學的問題 那齊德宜老師 現在他們這 學院裡面其實 現在等於是 以前的跨領域整合統合 其實做很多 我不知道他說真的假的 他說他以前最不喜歡什麼 動畫 可是現在他們整天要跟這些做動畫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美術 畫畫的一個 一個很有名的一個畫家 那可能就是說 對於這個 這個 純粹的美術 當然這一部分沒有點 那動畫這個部分 可能以前他用一個觀點看 現在他自己在 在做這個 教學 自己在做這個 學校的教育行政 結果發現到 這個是一個 可能也是一個 趨勢 那這個趨勢 但是 在福金錢那個時代 他其實可能 也有很多時候 是因為一個基岩 有機會 機會去做 電影之外的東西 或是說 因為個人的興趣 他把它 對某些東西的興趣 或是關注 比方說對熟識的關注 延伸到一種 所謂十四漫畫 那這些都顯現了 就是回到一個講 他是一個 很全方位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 我們所謂 跨領域的 一個創作者 他是一個 一個 很能夠把 各種興趣跟專程 統合的 這樣的一個 藝術工作者 藝術家 好 雖然今天重點是美術 其實王瞳今天 後來也變導演 現在他 在學校教學 所以這裡我可以看到幾個 王瞳 談福金錢的話 我們看到 他是一個前輩 他是一個 也是他的老師 從一個 學生 他是一個後輩 角度來看 談福金錢 在 知識方面 在技能方面 在態度方面 各方面的一些特色 特長 那講到他的 人格特質 講到他的藝術特色 這些其實 在這次的展覽 大家可以慢慢 細微去補碎 這是我們這次 這個電影資料館 特別為了這個展覽 邀請了很多 這些專家 學者 還有 當時他們的 當然是 這個裡面的 重要的人 像演員 今天好像看到 石俊先生也有來 講 他們 都沒跟講到 都是當時他們 到現在 記憶 猶新 特別深刻的一些事情 當然你可以看出來 他們對 胡金錢都相當的 敬佩 相當的 感念 感恩 也有 因為很多人 剛剛 都是他的徒弟 所以他不只是 一個藝術家 他也是一個好老師 他啟發了很多人 不管你將來是做 導演還是做演員 甚至我們今天 從美術角度來看 因為我們這一次展覽也有很多 像齊老師這樣 他們本身在學校 教書 他們自己也做創作 他們現在看到很多 年輕人就覺得說 其實這個展 很多年輕的藝術家 要其實是應該來看 說 其實 這個 我們現在人都講到專業 專業好像專到某一個方面 就把自己鎖在一個範圍 其實 像胡金錢那個時代的人 其實他們就是 觸角很廣 他們對很多東西很有興趣 那也因為這樣 他們在做 今天做什麼一個 電影也好 他們就可以 粗略旁動 或是把很多底子的東西都 展現 所以拍出來的東西 就特別的不一樣 甚至可以變成一個典範 變成一個 那這是剛剛 從王瞳的角度 那今天我們 其實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這是 我也是 因為要辦這個展覽 跟齊學院長在談 他說 你知道胡金錢 當時在台灣有個展覽 是他幫他辦的 我們今天 齊老師 他是流化 那他本身 在藝術上很有成就 可是他今天有帶夫人來 那當時回國的時候 好像 除了 教書創作 也 曾經開了一個 化國餐廳 這個由你來講 好啦 那就 整個在這餐廳 也是辦展覽的 那我 也是 因為這一次才知道 當時他們已經幫 胡金錢辦過 大家 不知道胡金錢另外一方面的一些創作 這樣 那是不是請你先談一下 你跟這個胡導演的一個 國際的一個互動 謝謝師官講 今天應該是王瞳是主角 因為王瞳來講 好像王瞳不在 因為王瞳剛好飛機的問題 沒有辦法來 我談一下 就是說 當時我們開那個小餐廳 不要做時代的前鋒 我們從法國回來 1989年 那是法國 台灣還不是很流行吃法國餐廳 紅酒也賣不出去 那個時候沒有太多西餐廳 但是呢 我們剛好在一些路 有個餐廳 就是下面是個餐廳 是我太太他們開的 下面有個空間 地下室有個空間 他們 空的嘛 我們想做一個畫廊 因為我本身是做美術的 我做個畫廊 對我來講沒有什麼很大的意義 我做畫廊怎麼選藝術家 這個就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說我們想看看另外一種 可不可能有另外的可能性 所以說我們想想看 所以我們第一個展覽就辦的 因為我們在美術界嘛 我們認識一些朋友 我們看一看是 我們希望是很多人看不到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第一個展覽辦了個 藝術家的手稿 文學家的手稿 像白鮮勇啊 很多人都有那個手稿 現在沒有辦法看手稿了 因為現在是電腦嘛 每個人看電腦 電腦整個就delayed就不見了 因為手稿 當時我為什麼是說 我們是老人嘛 所以實在是遠古人 所以說以前都是用寫手稿 為什麼要展手稿 你就看得到它怎麼來突改 所謂突改 為什麼改這幾個字 這個就是一篇文章 一個句子它突改那些 突改的問題 我們那個年代是蠻複雜的年代 你們大概很多年輕人大概不太曉得 我們那個年代 那些年代有的時候是自我宰字的問題 有些字你不能寫的 對不對 有鏡子的問題 有些字 這有很多種考量 很多種考量 你可以看到它怎麼突改這些文字 而且它改來改去 有的是全部要灰式滅跡啊 所以把那個字全部都畫的黑黑的 不可以別人看到 有的是有的是畫那個幾個線 就是很多蜘蛛馬子 蜘蛛馬跡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文學家的 怎麼寫這個句子 這個句子裡面怎麼突改 所以說 後來我們做了文學家的手稿 後來呢我們也做了這個樂譜 這個很多人看不到很多人看不到 藝術家的這個音樂家作曲家的樂譜 他怎麼怎麼來創作這個做一首音樂 以前很多樂譜 我記得是盧燕 在動物大學一個作曲家也叫盧燕 盧燕就是 作曲家跟小孩子差不多了 我藝術家很多時候跟小孩子差不多 你可以看到他也會塗鴉了 因為做不出來 很多想那個樂譜的時候 他下面畫那個驢子啊 畫那個花啊 所以說你看到樂譜就是 你可以看到藝術家另外的一面 他在創作的時候可以看到另外的一面 對我來講 這些東西像藝術家的一個手稿 一個素描一樣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些這些東西 後來那個 後來看很多人看不到 沒有看到物無譜嘛 後來我們也展覽無譜 後來展的時候 後來說他們說 胡錦泉有拍了 有做一些這個 畫了一些分鏡頭 對那個 有個水上水底事件 我記得當時好像水底事件 因為 我沒有辦法認識那麼多人 但是隔行隔夜 我認識幾個 當時我們那個時候 1908幾年 我們就另外一種 不是有情的策展人 那個時候沒有策展人那麼大的概念 就是我們這個行業 我們就請他來做 我記得是 這個 怎麼講 胡錦泉時候我請那個 請這個齊隆任 我們一個在法國同學 他在台灣 他做過王瞳的 那個王瞳的搶劑嘛 他的徒生 胡錦泉的徒生 請這個 請這個 胡錦泉這個 查稿 因為在一個 一個導演大概很難 他一輩子排不到幾部 排不到幾部電影嘛 因為排電影是要花很多時間 會花很多金錢 但是呢 怎麼要過癮呢 怎麼做研究呢 他們大部分是在畫分鏡頭 假如說很多年輕人想要 創作的 想要做導演的話 應該分鏡頭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分鏡頭 你就知道 他怎麼 這個怎麼講 鏡頭的運動 這個服裝的一些東西 所以分鏡頭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王瞳當時就 不是王瞳 就胡錦泉就拍了很多 畫了很多這個魚啊 這些海底世界 很多充滿了想像 人家大概可以看到王瞳畫了一些 因為以前的導演 前輩導演 大部分很多都是學美術的 因為學美術的話 比較容易入手 因為他是 就在台灣來講 因為他們對空間啊 對色彩 對造型比較敏感 而且分鏡頭畫起來比較快 而且有問題的話 很快就可以解決 所以說 像我現在是北一大 現在他們在 王瞳在叫學生 在做導演的時候 在叫學生的時候 他們一個學期 我們會拍三分鐘的武裝片 因為從服裝啊 從演員啊 你不能只是 因為電影這個東西 不是全理論的東西 有的時候要實做 你就要開始 他們要拍這個 剛剛講 看看王瞳講過嘛 服裝 怎麼服裝 什麼時代 你不能 時代不能錯了嘛 後面你要拍的時候 後面 在布景也好 在街道也好 不能出來 所以穿幫鏡頭 你看到 不應該看到東西 就奇怪了嘛 對不對 而且呢 好像是說 拍電影有些緊記的嘛 我們去年拍一部電影 拍了三分鐘 一個小朋友 一個小女生 很喜歡講話 就爛講話 在片場就中邪了 好像 在片場 跟我們美術不太一樣 好像 片場有些緊記的 後來這個小朋友 這個是女主角呢 因為真的是爛講話 後來我們在縱影拍的嘛 後來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要保持一個肅靜 後來 就是 奇奇怪怪的 好像說 出來以後 沒有辦法 後來第二天再拍 第二拍真的沒辦法 沒有辦法 就把它換掉了 換掉了以後 縱影也很 縱影是 他滿 就是好像拍電影 都滿相信這些東西的 後來就做了個法會 重新再開始 我們那個三分鐘 拍了很久 差不多一個月 有 像那個 胡靖全他也講過 我記得他一個講過 他等 剛剛那個 王同講過 他等鏡頭嘛 對不對 等路草要長大 他有時候 我記得他拍一個 拍一部電影 他就說 一個太陽下山啊 那個拍太陽下山拍的時候 怎麼拍是有反光的問題 後來他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他也 靈機一動 他把太陽眼鏡 就放到前面了 就變成濾鏡一樣 這是有些 藝術家的一些直覺 我們來看 這就是 你覺得 他腦袋裡面其實有很多想法 會變成 剛剛王同講 文字會變成圖像 他今天 把這個 讀明朝的歷史 他會變成一個圖像 變成一個 實際可以拍一些 一個場景 這些 那 作為一個 一個導演 如果有美術的底子 其實是很不錯 很有用的 因為他今天要跟人家溝通 他就可以畫個圖 給你看 所以他有很多 文鏡錶 甚至 那個電影資料館 這一次 跟我們一起做策展 策劃過程上面 你看這個 文鏡錶 到後來拍起來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他 後面也很精準 很執著 就是要這個角度 就是這個 這個距離來拍 那 甚至他拍 在很多地方 跑到韓國去 去拍 很多 他也會 有時候會 有些靈機動 他不要那裡 有點 就好像 他喜歡畫畫 可能畫風景 畫那個 看到那個山頭 每天會有個 太陽出來 他反而就想到 這只是一個 某方面 這是一個美景 可是如果 你只是用來 攪帶時間 然後太陽出來 然後太陽下去了 這樣 後來他會結果 裡面有一個 瓦斯 他為了救這個西風 後來他自己也犧牲了 他犧牲的時候 就看到 站在那裡 看到太陽就出來 他就變成原景 然後變成 人變成早光 這都現場一個景 跟去韓國 再看到那個山頭 當場 他就會想到 這就變成一個 象徵的作用 一個人 因為犧牲 他就變成像 像那個 一道光這樣 雖然是死亡 其實是 是另外一種 神聖性 這樣 那這些都是說 因為他有那個 直解像剛剛在 王瞳在提到說 跟李漢翔比 李漢翔是比較 拍很多清朝的戲嘛 所以都很華麗 就是 他舉張大謙的例子 可是我們剛剛看 剛好是 我剛剛看到影片 好像點給大家看一下 11 11分 20秒的位置 他講張大謙虎欣 也說 像這個 你看這個畫面 這個其實就很像 張大謙的撲墨畫 虎欣前有很多畫 都像山水畫 然後其實裡面很多煙 都是他製造出來的 剛剛我們這樣講 像錫鋒那個影片他說 今天如果拍戲 即使是拍別人 沒有你的戲 你還是要到場 要看 為什麼他這樣拍 他就是一個導演 也是一個老師 告訴你為什麼我要這樣拍 他會教你 你願意寫的話 可以寫到很多 然後錫鋒說 當時為了要這些人 他雖然是第一女子 旁邊要幫忙去 燒稻草 要製造煙 大家都要做 都要一個團隊精神 就是 不是現在我是第一女子 今天我有戲我才來 他就是要在現場做工 要去了解 所以 這個意境 其實後面有很多是 技術上其實怎麼用 我們後面就是像土法鏈鋼 可是做是一個 哇 你等 當然有些東西像蘆葦 一定要等 可是這種煙啊 雲啊霧啊 其實就是要自己去營造 那做起來 就像中國的水墨畫 中國的山水畫 那其實 我們這次也有安排了六個藝術家 他們做新作品 其實也是從胡金錢的作品裡面 集體嚴肅來 其中有一個那個 在奧羅有一個展間那個是 他就是用胡金錢國際拍的這些畫面 那電影本來是一個線性的嘛 從 比方說現在 從這裡開始 你看 這個時間的流程 那你看到說他安排一個 比方說這裡 我剛剛跟齊老師說 我剛剛這個畫面 真的像我剛剛現在的全墨畫 當然全墨畫很多是 脫墨 脫墨其實就是有點像抽象 你也看不到它是山還是樹 它是光還是銀 但是呢 這裡面有一個跡象的人 點在這裡 所以你就知道那是個空間 是個環境 如果這個拿掉 就像齊老師好的話 完全只有 顏料顏色 比目而已 並沒有什麼 那 中國裡面常常用這個點景 這裡 可能在這裡有一個 河 或者有一個 房子 有一個人 你知道他是一個山水的意境 那這個很 飄渺 或是優雅 空靈 這時候 然後人在裡面 可能就很失憶 可是等一下可能 失憶當中就有危機 有個什麼 有個事情的話 也許是武俠片 不過福丁前 他自己說 叫做古裝動作片 因為他覺得中古代 並沒有武俠 這種什麼 拿著刀到處去走 這種事 其實有很多人 像我們這一次有很多 很多梗 大家如果有看過 這樣就知道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東西 包括人物角色的塑造 包括場景 都有它的一些道理 有些是 這個道理是跟事實有關 就是考證 剛剛王總提到 考證 一個場景 可能很抽象 可是裡面那個人 穿的武裝 是很跡象 而且是經過考證 他是明朝人 明朝是穿什麼武裝 戴什麼樣的那個 甚至我們後面看到這個 那個書包 或是那個背包 它是一個 可以放書 然後拿起來又可以遮太陽 那這個東西都是 考證過 然後去實做出來 那所以看到 在這個 創造方面 美術是很強烈的 是創造 那胡敬前我們說 他是一個文藝副進行 就是他有一個創造的特質 可是外面他又很 一個 像一個學者 他會去考證 像這次我們有一個展建 是黃恩英 他做的 黃恩英現在是那個 胡孝賢導演 他的團隊裡面的 就比較服 那他故意就是 找了兩部分 一部分是他自己去收集的 世界各地的布料纖維 這些布料纖維 都是代表不同的文化 來自不同地區 甚至後面每個圖像 圖案都有他的典故 就像胡敬前 他今天 剛剛那個講 一個人在走 突然動作一弄 鋪一翻 看到裡面顏色 他說不對 那個顏色不對 馬上要去配個顏色 他會注意到這些小細節 那黃恩英他們 也是這個展建裡面 他放了 胡敬前的一篇文章 他文章本來是有點像在 在雜誌的寫生專欄 他在文章裡面 談到中國的紙章 結果你會看到 其實胡敬前也去做 像寫者一樣做考證 他談到說 他覺得中國的紙 我們都說 誰發明了紙啊 我們讀歷史告訴我們 誰發明了紙 蔡倫 當然 胡敬前文章就說 不是 根本不是蔡倫 他有很多理由告訴你 不是蔡倫 簡單講 蔡倫其實當時是 歷史公廷裡面的那個 歷史總務主任什麼那一類 是監工了啦 今天很多東西 要給皇帝 都知道最後要來品質 他們蓋個這個 這個蔡倫 因為他是 他蓋個張也是 蔡倫有證明何果 他可以送出去 所以他其實是那個 那個 就像我們現在 工業局品館 要蓋上那個人 那因為都蓋了那張 大家要認識蔡倫子 蔡何子 其實是蔡倫認證的子 是這樣 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然後 那這個 就可以知道 某方面他 為了真的 德國有興趣 他就去蒐集文章 做考證寫這個東西 但是那個房間裡面 也有很多是 在韓國拿到的一些 漆漆啊什麼 是當時去拍 因為他有這個 韓國有很多東西 跟中國 這個 這個齊老師也知道 齊老師是山東人 可是他在韓國長大 所以韓國的東西跟 中國文化跟山東這邊 特別可能的 模式觀點上 那 胡錦淺他也是北平 北京人 他中國文化的傳統 其實他都有 然後他去韓國看到 這個這個 跟那個文化 所以就拿來用 甚至把它買下來 到現在變成那個 我們這次展品 其實已經是 電影資料館的收藏品 那很多東西 其實就是說 很道地的東西 他不是說 我們常常看很多 演一個戲 拍一個電影戲 要常常拿一個東西白白 反正這是幾秒鐘的鏡頭 沒有人太在意 他不是他一定要 該考證的時候 他考證 該證的時候 他要證 所以剛剛也提到 像我們這次展 你看到有一些 他的手稿 除了文字 他會畫圖 他畫圖 那個 裡面可能孫悦啊 跟那個 希望在演戲 還有一個老先生 那個老先生要穿什麼服裝呢 他就是找明朝一張畫 就是瀋舟畫的 瀋舟畫的 瀋舟畫裡面有一個老先生 騎著驢子 正在過河 他看他戴什麼帽子 好 那我們的服裝就要看 他一張還不夠啊 他還去找文貞銘啊 找幾個不同畫家 裡面都是老先生都穿這種服裝 就證明明朝也是這樣穿 甚至還有網友講 版畫 因為明朝的版畫很有名 版畫就是那個書啊 都是一邊有圖嘛 一邊有文嘛 那個圖都是刻板 那裡面就有裡面的佳記啊 服裝 因為裡面不管講 愛情故事是什麼 你海邊有個空間 當時的畫眼是怎樣 當時的試念的布置是怎樣 他就用這個做電影的一個基礎 所以可以看到說 真的就是 某方面他就是很道地 可是另外一方面 因為那個黃姐我剛舉例子 他要故意放到很多 所以我們先看看這個 菁姐我今天把我們這次展示 一些資料 有些是你有展出的 我們看到他們的書畫 這裡其實也有關係 一個是書畫 那這個齊老師 可以 因為齊老師也是任的 其實是當過新主任 你怎麼會講 我們看到他寫書法 這個是他叫做九三 我來問一下 因為他在他們家族裡面 他排行第九 他又喜歡三 所以他都寫九三付金錢 那影廠 其實他們 他的書法 這次我們 也就是說 他喜歡寫書法 沒事就寫書法 喜歡畫畫 所以一方面 他又像個文人 過去的文人 喜歡書畫自語 那有時候可能是會 花花牢刀 說不定 有時候用這個 手會 來 書畫 來 描述自己的一個 這沒辦法 再這樣 好 那因為他自己喜歡 平記 國記 所以那些角色 他有時候也會 把他看完 可能就 就畫下來 看著他的體檔面 那有時候他會 嫌這個 是這個 呃 就是 平時 都對啦 日常生活中的那個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現在都在國家 電影資料管 他可能就是 或是有個經理 這樣 那 知道 其實他也是一個 你用傳統的角度這種 文人角度 他就是 其實隨時都在畫 可能有些東西 我們可能是 畫的時候也在反應 他因為他也不是 衝得到尾都很 都很忙 都很得意 有一陣子他也是 沒電影拍 沒電影拍 他就想做別的事 比方說 想做動畫 甚至畫漫畫 那 所以有些 我們看他寫著 一切 一言 聲有 原料 其實可能有時候 也是在講他自己 有時候也可能不是 甚至在這裏面講到說 有時候 很多人來找你 有時候你現在 比較沒有那麼遠 很多人就 就不太理你 有時候會去反送 人生的一些這個 有時候 就是 提的禁給他 因為他自己的家 他自己的家 他自己的家 補書 魔劍樓 沒有 當沒有 沒有 適馬的時候 就在讀書 補書 魔劍 魔劍就是為了哪一天 再衝出江湖 魔劍 補書 就是他自己寫的 那有一陣子他 甚至就寫文章 甚至發漫畫 那是 比庚賺範 消遣自己 現在只是計畫 你可以看到 就是某種 豁達 某種瀟灑 還是 桃花流水 有時候又像 以前的像 陶淵明這樣 就是可以很 很豁達去看 人生 可是有時候也會 會去反映說 他的 生活的一個處境 當然慢慢看到有一些 像這個 折寫的 人生的折寫 這樣 把花看到半開書 聰明 沒有 轉入不足 更難 像有一些 所以 一方面他是書法 可是一方面 可能 他為什麼寫這些字 如果有興趣 除了這次看他的電影 其實有興趣 很白切 因為他人生也有一些轉折 那 後來他也是 本來 發光學歷史 其實是他 很有氣土的一個事情 至今都 準備好 準備好拍 甚至想到去榮總 醫生建議他做了什麼手勢 就突然就過世了 有一點 所以 最後一段 我們放那個張愛家 跟他去維也納拍了一個短片 其實那個也是很有意思 因為他那時候 我們看最後一間 他在畫漫畫 在談 十四篇畫 這裡面有談到像 大陸的政治 他用漫畫去談 大陸這些 這個政治的現況 然後他又跟張愛家拍 在最後都有在談大陸的文化大陸 有時候 學生出賣老師 像這個 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 那這個 裡面他自己演那個老師 那張愛家演那個學生 然後 你看那個 張愛家講得很棒 就是 他只是一個四篇而已 可是 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有一些東西 就不是像武俠片 武俠片 或者是 比較是故事裡面 稀過的故事 這裡面是談了一個時代 真實的 他拍那個老師 被學生出賣 結果可能被抓去關 後來又逃到國外去 又碰到那個學生 那學生以為老師 要來找他算帳 他就告訴我 沒有 其實那個是整個時代的錯 我沒有要 要找你算帳 我只是告訴你 現在沒事了 現在已經 就一個 一個 電靈 發光學歷史也是歷史 也是很 很 很 可能也是 學歷班班的東西 有很多 那這個 老師 文化大革命 這個也是 最後他想去做一些東西 可是沒有做出來 他是 人生有很多轉折 所以人生要從 懂得悠患開始 像這些 我記得他都不只是寫好玩 他其實後面都有一些 很哲學禮物的東西 像是 證人 語言 眾語 諸意 那 就像一個老師 有時候 對學生所計畫 他有很多 歧視作用 送你一句話 送你之寶 送你什麼 更好 像這些東西 都是他真的 體驗出來的一個 到最後他有一點 就是 反駁歸真 那這些 這些 這些 我們說 是他 美術 美術常常 就是說 會畫畫 會寫字 這些是 可能是一個 記憶 是才藝 可是後面 可能有一套東西 可能是我們像 人生理念 這個集 還是一個 還是一個 重點 這是我們這次 有特別選出來的 那有些人物 像這個 大概你們看 他畫的是漫畫 漫畫 其實畫的是 是英國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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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了不起的 一個人物 他就特別為他畫的 這樣一個 一個造像 這是這次沒有展的 那這個是這次有展 那 這個 英國的這個 這個 差的是王子 他可能 跟別的女人 有那個 那戴安娜就應該這樣 就很 世紀嘛 那他就去畫像 這樣的東西 去諷刺他 那就是說 有一天 這個女生 他就 很怕解釋 然後就說 我身體是刺青 就是 英國的王子 藝用專用這樣 他刻這個 刻這個刺青 這個 他的王徽這樣 然後 然後 這邊他就 嚇死了 其實其實有一點 諷刺 有一點幽默 那也就是他看新聞 他看電視 他會把他轉換成 他們的作品 那可以看到 美國的 這個 所謂 財政的問題 那是大陸的政治問題 英國的這個 畫背新聞 這都在他的 關照範圍裡面 那我們 可能比較好奇 就是說 一個 我拍過一個 那麼多一個 影片 在國際上 他哪一天 不拍影片 他會轉折說 有機會我來做一點別的 甚至做漫畫 他會做得非常 我們這次轉折是其中一小步 他畫得很好 然後這些漫畫 都是言之有物 他不會只是自在 在自我一樂 你覺得他可以切換得很好 那 大千里就是說 他也要有這個本事 他今天他畫 比如說大陸這些 鄧小平 陳雲林 你看還是知道他在畫誰 他能夠把人的特徵 還是抓得很亮 可是我們想 他其實他也不是什麼可斑 他其實很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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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可能 本身就是有這個 柴氣 也是 隨時 就是沒有中斷 隨時都有在 在琢磨 這樣 像這個 當然 美國跟日本 因為當時 日本在美國 這個影響很大 但 我們知道 那個 汽車重鎮 什麼底特利 都被日本 汽車廠 進戰 美國人都根本就 經濟 各方面 生產製造 各方面都落後在日本 所以 當時有很多像這種 這種 國際縣市 國際的這樣 那這個是跟北韓 美國跟北韓 這也是有點像 斯葛媽哈 柯林頓 當時要跟 這北韓這個 談判 那這個 北韓就是拿這個 核彈的 威脅 然後 這一次好像有展出這個 後來 後來 原來是下下的 就是 三部級 四部級 那他們美國人 就覺得 那這個沒有問題 可以來談判 結果談判半天 很硬 因為他真的有核彈 他不是假的 一開始這樣 所以你就瞧不起他 慢慢去發展 最後他真的 核彈來給你看 你又不得不賣他的帳 就是這樣 所以像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從一個 今天 我們可以從 一個 像說我們 一張人 他畫了這些 人物 畫了這些 角色 他優點 有酷 但是他有個人風口 或是 他有個人 對事情 所謂的看法 一個意見 批評 這個 這個是從 當代一些角度來看 也是 也可以配套一下 因為他是 性格很不簡單 而且 他是 從說 轉換的 就是說 不快 而且轉換的 也不會說 好像 沒什麼 低不就 因為 很多純粒色 他們會看 像漫畫 卡通這種東西 會覺得那是比較 色文化流行的東西 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他沒有這樣的一個 沒有這樣的一個 沒有這樣的一個 這是他的 漫畫這一塊 那其實他有 我們知道 他有很多畫面興趣 我們看一下 他的 樹畫 樹畫 剛剛這個有 再看看 一下他的水彩 好了 樹苗水彩 其實他 這一次都沒有展這一塊 這一次都沒有展這一塊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 有些是漫畫去 田彩 有些是 純比方說去韓國 拍那個景風之後 他就畫了水彩畫 這個有點像水墨 彩墨 有 有 韓國的 日本 日本 日本啊 嗯 那個廟 廟師的廟師 嗯 他希望一個人 從外面 飛到裡面去 他就會 角色到一個 空拍的一個角度 那 那時候可能還沒有到現場 他要先 那個 那時候可能要 攝影機要掉高 什麼 就是說 他已經 很多東西都先留這個圖面 還有當然 每一齣戲裡面的角色 像這次有一個動畫片叫 張以竹海 那 張以竹海他 他就為了塑造裡面這些角色 他先去很多水族館去看 去畫那些魚啊 蝦啊 這造型 然後把他變成一個 蝦冰魚匠啊 這樣一個造型 或是龍王 公主 或是到裡面的各種 那這個海裡面還有兩個 一個是東海 一個是北海 那個張以是人 他想要 這樣一個樹聖 想要取這個龍王的千金 可是龍王的千金 可能已經 準備要洗配給這個北海 北海的王子啦 龍王的王子 所以這裡面就變成又牽涉到 這個 人跟神之間的一個 對應 還有這個 國跟國之間 這樣 然後這裡面 就是動物 像我們現在看到 迪斯奈 卡通裡面 就是 動物擬人化 動物變成人 那很誇張的造型 那在 在那個時候 那個 他自己就是去水族館去看 去畫這些造型 然後去揣摩這個 今天如果是一條蟻蟻 變成一個蟻蟻將軍 那應該是什麼樣的造型 這個其實現場都有 然後景片 那這次 有一個另外一個藝術家 他發現 胡金錢畫的那些龍光的造型很有趣 海面上可能是一座山 海底下是一個很 很 超現實造型的一個 可能是一個隧道 可能是一個坡道 連到水底去 然後他用這個去做了一件作品 也是 又找到這個王胡瑞做聲音的 就是讓你去現場看到有一個 一個 可能是有一點 超現實的一個場景 有一個 海底龍宮 然後 因為張宇也要把這個海 阻廢嘛 阻爛 所以海底又有火山 他要做一個海底火山 要阻這個海 然後 你又聽到那個王胡瑞做的那個聲音 是動態的 就好像我們有時候去潛水 也會我們水底海浪在跑 那聲音會游走這樣 就是 基本上就是說 一個 原草的一個神話 怎樣用一個現代的動漫 用那個 可能是比較年輕小孩的 一個 喜歡看的這種東西 去把它 重現 這裡面提到一個 傳統 再現的一個問題 傳統再現 那 附近前在這個電影裡面 當然我們看到很重要的角色 是我們看 美國有什麼西部片 日本有這個什麼武士片 在台灣 或是在中國 整個東方最早就是 這種所謂武俠片 或是他自己說 古裝動詞片 他變成一個典型 變成一個可以跟西部片 跟日本片 抗衡的東西 尤其在國際上 被 很被關注的 那後來 才又跑這個李小龍 這個所謂功夫片 武打功夫片 那之前是古裝動詞片 到現在剛剛那個王統也在講 李安得了奧斯卡的這個 這個 臥虎長龍 還是很受到 這個 武器潛影響 那今年才出來的這個 席克 這次也有參展 也有 有拍一個 訪談 他們在講 其實我們都是 從 葡導演這個 受到影響的 席克今年拍 新農母客棧 他還是喜歡農母客棧 這四個字 他還是喜歡那個 荒嬌以外突然跑去一個客棧 然後各路人馬來這裡打什麼 他還是喜歡這樣一個情節 那這些情節 那這些情節都是 胡器潛也設計出來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有所謂 俠女八道 我們這次展覽叫 胡說八道 可能很多人覺得 為什麼用這個展覽 好像有點對他不敬 其實不是 因為你們可以看一看 胡器潛他就是喜歡 什麼都喜歡玩 他是一個很幽默的人 然後他自己曾經寫專欄 就叫做胡說專欄 一方面他幸福 一方面他喜歡動拉西車 但是他動拉西車裡面有很多 有時候很考證 像學術文章一樣 有時候又很輕鬆 他還可以談 生活美學的東西 然後我們也做過考證 其實胡說八道本來是好話 是在講唐朝的時候 我們當那個人叫 長安西路 唐朝的時候都叫長安 後來現在叫西安 那時候就是國際城市 那時候就很多外國人在長安 長安就像台北一樣 有什麼六條通七兩八條通 有一個地方就是 都是外國人的街 有八條街 都是外國人 都是舶來坪 你去那邊就聽很多外國人 在那邊講話 聽不懂 所以叫胡說八道 就是這樣 所以他講的是當時的這個 長安吸收到很多外國的文化 就是中國文化跟西方在互動的 那胡金錢他其實他本身 他也是一個很能夠多方吸收 多方去應用發展的人 所以我們做一開始跟店員家說 我們用胡說八道 然後去把胡金錢的很多特質 各提八個東西 比方說俠擬 我們就拿俠擬八道 俠擬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少 其實可能不只八道 而是客棧 為什麼他要塑造一個客棧 這樣的一個空間 因為客棧對於拍店來講 你會他一定要 比方說 跳高 跳高的話 你鏡頭拍過去 就可以跳上跳下 走進去 它就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場景 你不用到處去拍 這個車子好要用 就好像一個舞台 因為它是從平地出來 出降 入相 然後這邊 有人從窗戶偷看 客棧可以拍很多 可以開始偷虧啊 可以拍什麼 甚至可以拍那個 從樓上摔下來 然後跳上輕功 總之裡面就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那 所以你們看 這次我們門票也爆到 今天等一下 你們可以拿到這個門票 這個門票可以當門票 進去 還可以當 吊飾 還可以當偶桓 還可以當什麼 就是慢慢慢慢 就是其實 它啟發很多人 啟發 包括我們這次 我們的設計組 小朋友們 他們也從裡面發展出 讓觀眾 門票八道 就是很多人 可以從他身上 得到很多 啟示 今天做服裝設計的 做電影的 做 這個 影像美學的 彈 比方說 剛剛講 武士指導 功夫這個東西 武士本身不是 可是他也創造說 一個 一種怎麼樣 那時候他很多東西 不是 不是像後面 成龍那種 爭吵 他是怎麼樣在鏡頭前面 去安排這些東西 看起來有美感 一個節奏 韻力 其實比較接近像舞蹈 不是功夫這樣 那這是我個人 這一次 我們做這個展覽 所以 有事沒事我就進去做一下 每一次看 其實我也都有收穫 那 今天 因為我們 齊老師 他自己 其實他 他在華國 以前 我知道他有一個好朋友 陳傳信 專門寫電影的 陳傳信 聽他回台灣的時候 帶有幾個後櫃的影片 可能在華國 電影也是一個很重要 其實胡俊全的大獎 就是在華國得的 所以你也可以從 一個比較一個 不同角度來講 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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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好像是武術指導這個 這個 這個職務 是胡俊全做的 因為當時他覺得 找一個人來指導武術 因為他不會武術嘛 到時候 他就後來想 你要有個明目 要給他一個 這麼 備用啊 所以我好像是 他聊天的時候 談到這個問題 我們剛剛 我們兩個 一位 我們很高興 這個使館長 上了一趟 這個很好的電影課 來 3點10分來 3點10分來 要問 我們 今天是 到幾點 到三點半 我們其實 剛剛 看了一些東西 也聽了一些東西 那我們也希望說 開放給大家 提提問 或者說 不一定提問 就是你有什麼 跟我們分享也可以 那我們今天 我們管理 有準備了一些飛鏢 這不是武器 這是禮物啊 就是說 有提問了 有發表了 我們就可以送 送你們這個 這是貴賓 貴賓專用的 顏色不一樣 黃金色這樣 你們已經看過展覽了吧 都已經看過展覽了吧 那這樣應該對 可能過去 有人也看過 龍門客棧 或是俠妮這些片 因為當時 你有名 你看那個龍門客棧 我們有個紀錄片 雖然黑白很久了 可是你看他當時 創了四千多萬的票房 是台灣有史以來 最 最多人看 那個下雨天 大家哪一想到 還在街道上排隊要買票 要等著進去看 那後來俠妮當然就 公有名 那俠妮當然 很多人說 因為他得獎 可是很多人是說 那個畫面就是 你剛剛看到西風在空中 這樣有飛啊 還有 那個畫面 到現在大家都覺得 就是一個經典的一個鏡頭 雖然只是幾秒鐘 可是你看他就不會忘記這樣 對啊 石老師 然後還有曲老師 好 因為我是因為 這一次就是看到這個展的時候 才來對於就是胡金全 他的就是電影做一些功課 我個人發現是 就是胡金全導演他的 他的很多武俠的 應該說他武俠裡面的 電影裡面在空間敘事 還有一些人物的 那個無論是俠女情節 或是其他的那個 應該說人的那種氣勢跟氣質的塑造 一直有他自己很重於原味的 一種 一種獨特的 獨到的品味 然後可是 就是看 現在很多電影 就是 像 像 就是法國的電影 他就是 會有一種獨特只有就是 無論是我們看尚蕾諾還是其他的法國導演 他們無論是在其他的 敬畏意識或是其他的東西 他們都會有一種也是 獨特的品味是 無論各種片就是 並不 並不是說完全全播法國的都會 比較有 很有 那個韻味 但是 可是他的在 閱讀上的時候 他是很明顯的是比較 跟其他的 在同樣的 題材 的電影之下 就是 法國的電影好像 他是多了 多了一份耐讀的味道 就是其他在 無論是 那個美國或是好萊塢的東西 就是 很明顯看到 雖然也是會出現這類型的電影 但是 我 我個人好奇的是 就是為什麼 就是法國他們在 這一部分 就是無論是 導演 還是他們的電影的時候 這個位 這個 這個 怎麼能夠 因為我 我目前的感覺是 那個 法國他們的一些 這些味道 跟胡金泉 他在 無論 很多 他在拍片的時候 會要求所有的人 都到場 一起集體參與的 一種革命情感 這種好像 有一點點 一舉同工 我 我目前只是在疑問 就是 這種是不是跟 他 某個地方 跟法國有一個相似 其實是 法國他們民族是有一點 就是 自己是最優越的 然後他們 會有一種 就是自己的 那個 自我品味 還是 就是認定自己的 很好 我 只是好奇這一點 因為 在法國是比較 他們 政府會資助這個 電影工業 跟美國 因為美國 主要是這個 好萊塢的嘛 歐洲的電影 他們傳統來講 跟藝術是很有關係的 像雷諾瓦的兒子 他拍 對 雷諾瓦 他就是 他拍的電影 仔細看 跟爸爸 他爸爸的影響是很大的 因為他 這是一個印象派的一個 會畫 他們有這個 一個歷史的脈絡在前面 美國當然是比較賺錢 比較重 我想 資本 還有資本的問題 蠻複雜的一個問題 你不能說 不能這樣分美國 法國 台灣 這太籠統了一點嘛 好不好 這應該在大的方向來看這個東西吧 OK 我們 這個我補充一下 我們這一次那個 黃建立老師 這房間有提到一個 觀點 我覺得不錯 就是說 其實有一陣子 電影很流行 就是所謂作家電影 就是你導演就是一個藝術家 所以這個整個電影 很強調你個人的風格 所以 這是一個藝術 電影變成藝術 其實很重要 就是那個導演 他可以在這裡去支配很多 整個風格走向 那法國其實就是這種 作家電影的一個 一個 一個重鎮 那 胡錦泉如果他們今天 他們研究什麼褲湖啊 研究什麼那個 那個 費里尼啊 其實那些都是這種 當時台灣有很多 研究這種 都是 國外電影 都是從導演 他怎麼樣做一個導演 塑造自己的腳 胡錦泉他今天也是 人家是把他當一個藝術家在看 他不是 只是一個導演 只是一個 就算他裡面很強烈的 崩潰的東西 個人的東西 創造的東西 有些東西 當然我們剛剛講 他很多去考證 可是很多東西其實 他也不見得就是 因為這樣就被歷史綁住了 其實 他是讓我們走進歷史 然後去想像一種 像創造所謂武俠這樣一個 就是一種人 他就是用 穿古裝 可是裡面是用武俠這個概念 去談到所謂江湖的 還是談到人在裡面 不同的情況下 怎麼去解決一個問題 去 或是去反映那個 所謂後面的 東方的美邪 或是人生的哲學觀 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 這個可能就是在於這個 如果你在比較關切的 像他做一個藝術家 他創造什麼 我們這次再換一個例子 一開始這個鄭沛沛 那剛剛講到武俠片 要從大罪俠開始 鄭沛沛一泡我紅 鄭沛沛這次開門又來 可是他自己就很客氣 他說其實我副真情很會塑造角色 很會講故事 當時那個 大罪俠裡面那個金鏈子 如果不是找我鄭沛沛 而是找別人來演 照樣會紅 因為他角色已經講得很好了 塑造很好 不管誰來演一定都會紅 只是我運氣好 讓我演這樣 所以大家都很佩服 他已經 他就是一個創造的 把這個什麼都已經 弄得很清楚了 很明確的 很個人風格了 這樣 就歡迎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七點 可以留下來看中列圖 那也謝謝今天 曲老師跟史館長 謝謝